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关系一度恶化 贸易往来也遭受不小的冲击 4月8日 澳大利亚网友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过去5个月 美国抢占了澳大利亚因和中国死磕空出的巨大商机 奥总理莫里森从妄想当美国的盟友 变成了被美国从背后下黑手的垫背跟班 奥网民也无不嘲讽地替莫里森喊了一声 好疼啊 据南华早报介绍 通过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定 过去5个月里 美国煤炭大肆抢占澳大利亚控出的市场 数据显示 虽然美国卖给中国的煤炭 还不到之前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一半 但光今年2月份 美国就将30万吨焦煤卖给了中国 而在去年10月份 这个数字还是零 眼睁睁看着本属于自己的市场被美国抢占 澳大利亚心里自然不痛快 偏偏还有美国公司在澳大利亚伤口上捅刀子 直言 正是澳大利亚的损失成就了美国的获利 倘若澳大利亚煤炭能在中国市场畅行无阻 美国煤炭是断然不可能进入中国的 过去中国根本不会从美国进口如此庞大数量的煤炭 多亏了澳大利亚 让澳大利亚的损失变成了美国的新收益 此前 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出口600万到700万吨的动力煤和炼焦煤 然而现在 这块大蛋糕已经被美国 加拿大等盟友分得一干二净 还有网友专门转发了这则新闻 并at澳总理莫里森 讽刺说 莫里森 美国优先哟 看着盟友如此对自己 澳大利亚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美国可是澳大利亚的标杆 莫里森的总理职位还得靠美国 可眼下 澳大利亚丢失了中国市场这半壁江山 国内经济断崖式下跌 澳风险公司职员提醒莫里森 如今澳大利亚唯一能做的 便是积极向美国靠拢 让美国发挥作用 防止澳大利亚损失加大 不只是美国抢占了先机 去年11月 印尼也和中国签订了价值96亿元人民币的煤炭订单 近日 印尼外长雷特诺和贸易部长鲁特菲刚结束访中之行 仿中期间 他们又和中国签订了一份价值9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订单 相关对华出口订单 包括热带水果 燕窝和家居等多宗商品 鲁特菲还表示 随着和中国加强合作 印尼对华出口目标是要在2024年达到6550亿元人民币 印尼和中国的这种合作和愿景又是对澳大利亚的一记重拳 莫里森政府追随美国盲目反华 酿成的恶果有多大 澳大利亚民众心里最为清楚 虽然美国嘴上喊着团结盟友 但到了利益面前还是只顾自己 鱼蚌相争 最后美国得利 可笑的是 澳大利亚居然还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澳大利亚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 与其干当美国的反华急先锋 处处污蔑中国密切相关 中方要求澳大利亚反思 却被反咬一口 指责中国干涉其内政 眼下唯有莫里森政府改过自新 深刻认识自己的问题才是正途 否则 一切都是徒劳 澳风险公司高管艾伦·杜邦就提醒莫里森 现在澳大利亚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吁美国更积极地发挥领导作用 防止澳大利亚的利益进一步损失 杜邦认为 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展开经济胁迫 目的就是为了杀鸡敬猴 这样会让更多国家看到得罪了中国之后的下场 杜邦表示 澳大利亚当下的境遇也意味着实力弱的国家 可能会在中国的压力下成为附庸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 美国应该表现出领袖作风 对中国的做法发起更强烈的制裁 同时也应该表现出西方国家的强硬 拉拢国家靠近美国 组成更加稳固的 杜邦还表示 中澳两国关系的恶化 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益处的警告 让这些国家看清楚 如果不遵循中国的要求 那么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澳大利亚 杜邦一直强调 澳大利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是因为忤逆并激怒了中国 如果能服从中国 那其他国家也能混得很好 但是出卖灵魂 换来的利益会被全世界唾弃 虽然杜邦并没有特指是哪个国家 但其实都清楚 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国 常常在对华问题上缺席 新西兰非常注重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也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尊重 可澳大利亚等盟友却认为 新西兰这是为了利益 出卖了自己 杜邦还强调 如今澳大利亚变成这般地步 也要怪自己 如果澳大利亚没有将40%的出口产品 出口到中国 那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贸易争端 可能就不会这么有效了 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4月7日报道称 由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与亚洲特别工作小组 日前联合发布了名为第二次机会的报告 为澳大利亚近日遇到的贸易危机 以及提高澳大利亚在亚洲竞争力等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 报告提到 澳大利亚应在2030年时 将目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由29%提高至35% 按照当下美元计算 这一增长将带来超过1100亿美元的出口额 在报告列出24条建议中 除了以越南 印尼等目标加强澳大利亚 对亚洲贸易多元化 鼓励亚裔人群进入企业高层外 更特别强调 尽管目前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紧张 但该地区仍将是澳大利亚经济命脉的关键 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将有助于提振这些出口 报告建议 当大危机引起的国际旅行限制一旦解除后 特别工作组将立刻组建一个高层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报告将这个代表团描述称类似于2014年 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阿特伯率领的超大贸易代表团 其中包括600名澳大利亚商界领袖及每个州的领导人 对此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特汉表示 中澳两国外交关系中存在一些困难 他表示 在与中国政府 企业以及社会等层面等 重新建立更广泛的关系时 的确需要有一个澳大利亚团队 但特汉承认 尽管商界领袖们正在加紧努力 一个重要的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间还没有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收到中方邀请后才能派出代表团 特汉表示 目前两国部长级交流 是我们加强这种接触的首选方式 当地时间8日 特汉表示希望跟中国维持建设性的贸易关系 而且这话说的颇为肉骂 他声称 好朋友之间总有办法展开艰难的对话 看得出来澳洲政客越来越急了 在几个月之前 澳洲总理莫里森主动服软 跟中国求和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态度非常不端正 只是稍稍缓和了一下态度 就立刻叫嚣 不会为了贸易让步 而之后澳洲外长佩恩也如法炮制 一边对媒体诉苦 说跟中国打了几个月电话 没人搭理他 但最后的重点还是不会让步 而这次贸易部长也是一样的风格 声称要捍卫澳大利亚的主权与利益 但是口气软多了 甚至还自带故作轻松的俏皮 在4月7日 特汉就已经开始呼吁 澳大利亚商界协助修复中澳关系 但他的说法遭到了很多政客学者的批判 他们表示 在澳大利亚政府没有释放诚意之前 说再多软化 拉再多的关系也无济于事 澳洲前外长卡尔表示 目前 澳大利亚的处境 正是为了取悦美国主动破坏中澳关系造成的 但匪夷所思的是 直到现在 澳洲政府依然无意修复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高雷警告 如果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澳大利亚商界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一个国家在外交上反复犯错 如何指望商界来签外交这个头呢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叶表示 澳方与中方应该朝同一个方向努力 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轨 如今我们已经表现出十足的善意 就看澳大利亚什么时候能够改过自新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现在的练习维修 你的练习维修 接着 接着